有媒体曝光高雄市长韩国瑜租屋处的地点 遭到外界质疑韩国瑜住豪宅 而高雄是否今天干脆就主动的公开市长租屋处的内部照片 二三十平大的空间里 客厅除了L型沙发按摩椅之外 家具并不多 另外有整面墙的书柜 和可以及时处理公务的传真机及印表机 间接澄清了豪宅的说法 高雄市长韩国瑜坐在L型沙发上 客厅看起来很宽广 最右边有按摩椅和小桌子 而对面隔着玻璃墙则是整片书柜 韩国瑜租屋处曝光后 现在是否主动将内部照片公布 我们就是住一个简单的房子 让生活很简单 然后提供一些休息啊 后勤的这些资源就好 晚上累了回去睡个觉 拉近镜头 租屋处有传真机印表机 并放置已故明星凤飞飞的唱片 家具并不多 整体空间近三十平 三房两厅两位浴 间接澄清 豪宅的说法 整个我们市长室 跟每一个局处长的沟通 不管时间跟空间都非常方便 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 居住地点曝光还公布照片 但高雄在地社团指出 韩国瑜选择这里 是有其他的目的 每天从住所搭车 到联事会馆 换公务车 再到市府就要耗上半小时 若住在市长官邸 算起来可以省掉三到四倍的时间 看看住所到高铁左营站 只有700公尺三到五分钟车程 是离开高雄最快 也是各路庄角建 韩国瑜最佳的地点 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关系 选了一个好像去到其他 县市很近的一个地方 对那就会让市民很没有安全感 市府回忆 其实在就职前 韩国瑜就一直住在联坛会馆 才因此决定同样在左营区 就近找房子 至于官邸空出来后 将会兑现先贤承诺 做公益使用 时日实质党内总统初选 宁愿租房也不要住 又大又方便的官邸 让外界有更多的揣测 接来新高雄报道 接下来新高雄报道